朋友们好 今天这节课特别有意思 今天我们学习图片的显示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PPT 终于到了激动人心的章节了 终于可以有图有真相了 今天我们就是讲显示图片 学习目标就是这四项 掌握QT设计师添加资源的方法 掌握使用QT设计师显示精彩图片的方法 掌握添加鼠标事件的方法 同时最后我们来学一下 Python的一个扩展包 操作浏览器用的非常简单 那么跟大家提一下 显示图片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要在QT设计师里面 添加图片资源 也就是说让QT设计师知道图片的路径 存放在哪儿 然后把资源文件要编译成Py文件 因为我们最终运行的是Py文件 然后编译完了之后 要把Py文件导入 最后也用资源文件的位置显示图片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操作我们首先打开Eric4 然后打开我们上次的工程 然后双击Ui界面 刚才已经打开了 这是我们上讲课用的界面 我们把它放大一下 因为我们一会儿要显示图片 好 放大之后我们来找到这个图片空件 在这个Display这个空件里边 Graphics view 这个空件是用来显示图片的 好 那么我们拖进来之后发现它这个小白框什么都没有 我们首先要向这个Qt设计师里面添加这个图片资源 就把这个资源先添加到这个Qt设计师里面 那么点击这个资源浏览器这里有一个小铅笔 我们点击它发现有一个弹窗 弹窗呢 这是我之前做的这个实验用的 那么大家打开的时候呢 这里应该是什么都没有的 什么都没有的 我们白手起家从头做起 那么点击这个按钮就新建资源文件 那么默认保存的就是我们这个工程的这个位置 好 我们就放在这里 给它取个名字 MyTest 我的测试 然后呢 在这边 单击这个小文件夹 叫新建前坠 前坠就 MyPicture吧 新建完前坠之后 我们发现后边这两个小框框激活了 可以用了 小按钮 那么我们点击添加文件这个按钮 好弹出来一个添加文件的对话框 那我刚才把这个文件呢 存放到了这个桌面上 就在我的桌面上有个文件 我去找一下这个文件吧 这是我找陈老师要的一个卖子学院的图片 我们在这里 我把它存放在就是当前这个工程目录下了 好 我们还是 找到这个工程目录 好 只听这个文件 然后打开 然后点确定 好 那么我们已经能在这个资源浏览器里面看到这个小图片 麦子学院的这个logo 放完之后呢 我们还想办法把这个图片显示到这个图片显示区域里面 那么这样怎么操作呢 我们选中这个图片显示这个空件 然后在这个上面右键 在右键弹出的菜单里面选择改变样式表 然后弹出了这个编辑样式表的这个界面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选择第一项 添加资源 这旁边有一个小三角符号 我们点击一下 好 弹出来有三个选项 叫background image 这个是这个背景图片 还有这个boulder image 就是可伸缩的 那么第三项是这个image 这个呢 是 按照圆图的大小显示 那么它不会伸缩 所以我们这个框呢 跟图片大小不一定能够匹配 所以我们选择伸缩图片 让它根据这个框的大小去自己伸缩适应 弹出来这个选择资源这个对话框 那我们刚才建的这个资源我们把它选出来 然后点确定 OK这个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图片已经显示出来了 好我们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回到这个 eric ford的环境下 编译一下成功 那么我们 点击这个 带有曹函数的这个文件运行一下看看 然后它重新加载 然后呢 加载之后呢 它报了一个错 说这个包找不见 my test rc 这个包找不见 我们中断一下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才这个文件啊 这个资源文件只在这个QD设计师里边 它并没有形成这个我们Python能调用的这个Py文件 它这个工程栏里面并没有这个文件 所以呢 它无法运行 无法导入这个包 那么我们单击这个resources这个小图标 进入到这个里面右键 然后添加资源文件 在弹出的对话框里边 指定到刚才我们新建的这个文件 叫my test 那么这样我们就把我们刚才这个资源文件添加了进来 添加之后呢 还不够 我还要把它编译成这个Py文件 那么右键 编译 然后编译成功之后呢 我们再回到这个工程界面 发现我们这里多了一个文件 叫my test rc.py 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 其实都是一些二进制 它是把这个图片呢 转成这个16进制的形式 存放在这个一个文件里面 很大 图片越大 这个文件越长 所以呢 所以呢这个东西我们是不用自己去管的 它是这个自动编译出来的 然后此时我们再来运行这个文件 好 哎呀真不容易啊 终于看到这个my test rc.py 这个小图标了 嗯 那么这个操作呢 显示静态图片的呢 就完成了 那么这个过程呢 大家可以要 啊 千万要记住 这个在这个qt设计师里面 添加完这个资源之后 一定要回到这个eric force里面 把这个资源文件填进来 再编译一遍 好 这个过程呢 比较简单 我们继续往下介绍 呃 往下介绍呢 就是 添加这个手标点击事件 那么我们这个图片放在这呢 呃 很死板 静态的东西 那么我想 点击这个图片之后呢 就进到这个 麦子学院的官网 如果我有这个需求的话 那么该怎么做呢 大家第一个想法肯定就是 让它自动生成 相应的这个信号和槽 好 我们看一下哈 这个我们这个空件 graphics view这个空件 它就提供这么几种信号 customer context menu request 这用户刷含文需求 然后是view destroyed 这是摧毁不要了 删除了 还有这是graphics view destroyed 那么没有我们需要的这个 呃 click的这个事件 所以我们我们这个方式走不通了 没有办法从这里 呃 让它自动生成 我们这个 这个使用的信号和槽 那么这样的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在 我们的文件里边 手动的让它 发射这个鼠标点击的信号 并且编写 相应的这个槽核数处理这个事件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打开这个文件 在最开始的初始化文件中 在这里 我们来加一行 先找到这个空件 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从这里找到它的名字 Graphics view 这个ARC4这个自动补权 真是有点蛋疼 好 然后找到这个空件之后呢 这个空件 呃 有一个方法 我们调用一下 叫mouse price event 好 已经补权了 那么 这个方法呢 是在这个鼠标移动到这个图片上之后 并且点击了之后 才会触发 那么触发之后呢 它并没有这样的这个藏核数 去处理这个信号 所以呢 我们要给它指定一个 我们自己编写的这个 函数去处理它 那么我们现在先给我们这个编写的函数自己取个名字 叫 MyClicked 好的 那不是函数要用 后面不要加口号 然后呢 我们要实现这个 这个函数 所以呢 我们要在这个 min window这个类里面把这个函数定义出来 好 那么肯定要给它传入一个self值 在这里呢 我们想点击它之后 就默认了打开 MX圈这个官网 那么我们先一步一步做 先把这个状态打印出来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点击图片之后会不会有反应 OK 那么这里呢 谈了一个窗说这个 需要两个参数 只传递了一个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这个函数处理的时候 它会传递给这个函数一个event 就是鼠标点击的这个事件 把这个参数传递进来 那么我们因为这里 它只要点击的话 就去打印 所以也不管这个参数是什么 OK 在这里 刚才这个界面切换过去 点击图片 打印Clicked 放大点 大家可能看得清楚一点 好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程序是有反应的 那么这第一步呢 我们就实现完了 实现完成之后呢 我们来看第二步 这个发射信号 变化数已经处理完了 Web Browser 哎呀 这个包呢 是Python用来调用这个浏览器的 这个扩展包 哎呀 用使用起来 这个非常简单粗暴 就直接一个open URL就可以了 那么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操作 比如说在新串口中打开 但是也非常简单 这里就不不做介绍了 那么在这里呢 直接把刚才这代码复制过来 比较偷懒 大家不要介意啊 还这样节省时间 然后在这里边输入的就是我们要访问的URL 3w.mise.edu.com 好 我们要使用这个包呢 肯定要首先引入这个包 那我们就在这个开始引入它 好 导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全局范围内使用这个包了 那么我们运行一下看一下效果 好 这个是图片 然后我们点击 OK 那么这个Web Browser这个包呢 会默认的调用系统 默认的这个浏览器 我系统已经把这个创目浏览器 就是谷歌浏览器 设计成默认浏览器了 它会调用这个系统默认的浏览器 并且打开你指定的这个URL 在这个 新的标签里面 它不会在新的窗口里面打开 我们再来试一下 如果我再按一下 你看它在新的标签页里面打开 这两个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 不会在新的窗口里面打开 那么这个Web Browser这个包呢 使用起来也非常简单 大家如果想详细了解的话呢 去百度上搜一下 它的这个API的这个介绍 很简单 它对浏览器的操作呢 很有限 不能做爬虫什么的 这个能进行的操作非常有限 好 那么这个操作呢 我们就做完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点击之后呢 自动谈到这个Web 随便的这个主页 好的 那么今天这个显示图片和这个 点击图片跳转的这个课程呢 就介绍到这里 那么大家课后练习呢 可以试一下 设计一个界面 可以显示任何一张图片 哎呀 不管是这个 风景啊 人物啊 美女啊 都可以 然后呢 对图片添加这个鼠标点击事件 跳转到某个网站 这里大家不要乱跳啊 别跳转到一些这个 国家法律禁止的网站里面去 就很麻烦啊 好 那么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